这是日本软银打造的Paper机器人 虽然说它没有双脚 不过它跳起舞来还是十分的带劲 也非常的灵活 而这样的机器人主要就是以居家型 还有服务型陪伴为主 这样的机器人会在未来每个家庭都会拥有一只呢 软银推出这台Paper呢 是陪伴型的机器人 透过语音的对谈 显示萤幕的资讯 还有眼神与肢体语言 让机器人不再是机械化动作的生产工具 而是一种可以感受人类需求 替人类服务系统的整合应用 走向AI人工智慧的机器人呢 初步的雏形就如我们看到这台陪伴型的机器人Paper 能够与人互动 为机器人产业创造新的商机 目前市面上也可以看到陪伴型机器人 有软银的Paper机器人跟华硕的Zenbo机器人 我们来将这两台机器人做比较 Paper在语音互动上还无法做到语音指定的模式 Paper虽然有女人画的双手 但是实际上无法做家事 其主要目的还是陪伴与感受人类的情感 加上采用长期注意的模式呢 Paper现在正转型为商业用途 例如作业、零售业的助手 或是医院病人的陪伴、卖场的接待等等 华硕的Zenbo主打的是居家 透过Zenbo与家电的联网 能够播放音乐、打电话等 并透过显示萤幕查询资讯 Paper跟Zenbo显示器靠的是专用面板 台湾提供这种Box PC 的变软供应商 有新贵挂牌的炎阳 我们就来看一段炎阳对服务型机器人 Box PC 面板未来商机的看法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机器人 希望跟人去做一个界面 人也希望机器人能去做回馈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机器人 它配置了一个所谓的显示屏 显示萤幕 它会显示出这个机器人的喜怒哀乐 但是在服务型机器人里面 这样的一个 PC 它希望占的空间又小 它又能去兼顾它的控制系统 包括它的感测器 所以我们在设计这样的一个产品上面 把所谓的控制器 把所谓的控制系统 包括它的感测器 可以全部整合在这一个 PC 里面去 同时去搭配它的萤幕 我们就把它变成所谓的 All-in-one 的这样的一个平板电脑 Panel PC 可以放在服务型的机器人这个里面 这机器人的商机 我们刚才讲到说说 在几年前 十年前谈的是生产型的 那生产型毕竟它有一些 因为受限于工厂的扩张的速度 所以它有部分的 它成长幅度是大概是10%到20% 可是到今年最近来看的时候 服务型的需求是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 发现一下 服务型可能用在所谓的救灾 医疗 这个陪伴 包括像这个 甚至于旅馆的这些的一个 rejection 的一个部分 他们都需要这样的机器人 那顾客希望能对跟机器人做很多的 不断的一个 feedback 做一个回应 所以我们发现这样的趋势是很大的 那我们预估像服务型的这样的机器人的需求呢 大概每年可以是40% 正是倍数的成长 那这样的一个趋势对我们在做 这个我们有既有的一个核心的技术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觉得投入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资源 在这服务型机器人 甚至于生产型机器人里面 而且未来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我们也看到很大的赏金 机械装置原始设计理念呢 就是替人达到省力化的用途 所以机械手备用来做生产制造 或是重工业必然的选择 像是汽车业运输工具等 而体积较小的网通家电消费电子制造厂 近年考量人工薪资成本 或许减少人为错误的发生 或是为了加大产量呢 也陆续加入了使用机械手备的行列 全球的知名机械手备厂 分别有控制单元 或是做机械装置 动力涡轮等不同产业 来切入此一市场 知名的机械手备有日本的FNAC YASKAWA 瑞士与瑞典跨国公司APP 还有德国的KUKA 可以看得出来日本欧洲 正在主导工业机器人的产业 台湾在这一块机器人产业 还有什么利益呢 我们特别采访到工业电脑厂 瑞传董事长罗旭华 由于瑞传不发展机器人的硬体 而是以机器人的应用规划为主 机器人应用的称为Robot Service 我们先来听为这位董事长的筋辟见解 现在台湾已经有一些机器人 做本体的厂商 跟你如果细看机器人的产业 它分成三块 机器人的本体 机器人的零物件 harmonic driver RV减速器 这个传动元件 新传动元件 相关的 那第三个呢 很重要的是SI 系统整合上 那我认为在这个生态系里面 机器人生态系里面 大家主要是把目光 放在机器人的本体制造上 那我认为这个是 不是瑞传所想的 在全世界的四大厂 就已经dominate全球的 52%以上的市占率 更何况 重要的产业都已经被他们 彭分了 所以如果我们在做机器人的本体 我觉得意义不大 甚至于 不管是工业用的机器人 或是服务型的机器人 很多大厂都已经在彭分这个大饼了 所以我的理解 我的想法对于瑞传 我希望的是提供ROBA service 因为客人不是要一个ROBA 客人要的是什么 客人要的是提升效率 降低成本 增加自动化的比重 并且带来什么样的ROI的成长吗 ROA的成长吗 客人要的是在财务数字上 能够彰显他经营事业的有效性 他的成果 客人不是真正要一个ROBA 要一个 这个ROBA是一个载具 这个载具能够达成他经营的目的 机器人用在产业里面 究竟什么样的机器人是适用的 适用在什么样的产业 例如四大家族做汽车做得很好 全世界最大应用机器人的产业是汽车 那我给您报告 第二第三大呢 第二第三大呢 应该就是犯PCBA 也就是整个电子加工 第三大呢 这是鸿海为什么要介入的主要原因 它是大的EMS代工厂 那第三大呢 应该是金属 金属加工 金属加工相关 全世界前三大 汽车 然后犯PCBA EMS 大的PCBA 然后电子组装 然后再来是金属加工 那你知道人类需要机器人的 我们就场工业就好像不要讲服务 的domain有太多了 有上百种 乃至于细化成几百种的可能的industry 那这domain在深化的时候 这一些做机器人本体的厂商 我刚刚提到机器人的生态系号 有机器人本体 有SI 系统整合商 有零部件厂商 他们就可以同时往这个domain里面去发展 往这个domain发展 所以就可以更细化它的服务 那我们就可以更容易迈向工业市场 更容易精致人类生活 更容易满足不同的vertical markets 而刚才瑞传董事长讲的要满足不同垂直市场 机器人应用还有就是在这个救难以及3K产业使用的机器人 而3K这说法源自于日文 意思就是辛苦污秽以及危险的工作环境 一般人比较不愿意去接触 现在也开始要采用机器人和机械装置来完成 另外我们再看到在这个家室以及服务型机器人的部分 现在的这机器人已经可以完成非常多的例行性家务 像是呢这产品已经开发非常完成的这个扫地型机器人 以及呢可以做这个侦查和拍照的无人机 还有居家安控和这个保全机器人 以及在这个门口接乘客的无人驾驶智慧汽车 都是一种广义的服务型机器人概念 那我们再看到呢目前全球主要的开发工业型机器人国家 包括有日本、中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英国以及加拿大 还有以色列 那身为呢全球的制造业重镇的台湾 有台达电子、鸿海金密和上银等 切入到机械手臂的系统厂 那我们今天请做卖阶呈现记者陈其如来简单介绍一下 目前全球四家最知名的机械手臂工厂 首先介绍这家全球装机量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公司 瑞士与瑞典跨物公司ABB 它成立于1988年 是由两家历史100多年的企业呢 所合并而成 分别是瑞典的ASEA 与瑞士的BBC Brown Barbary 在1988年合并完成的 名列全球500强企业 总部坐落于瑞士的苏黎氏 以它的六轴机器人来说呢 ABB的单轴速度不是最快的 但是六轴一起联合运作后呢 精准度算是最高 ABB的技术核心呢 是运动控制系统 全球装机量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公司 以机器手臂的发展来讲 我觉得现在分成两条线在进行 一个是传统的工业型机器人 就像你后面看到这台机器人 另一条线就是人机协同的机器人 就是我们现场有展出UMI的机器人 那传统工业机器人会持续的发展 那每年我觉得成长率应该会有在10上下 每年复合的这样成长 那协同性机器人的话 大家都称今年是协同机器人元年 那后续的成长我想会是爆发性的 那因为这个市场是新开发出来的 所以真正市场的潜力很难讲 不过整体来讲 我是非常看好这个机器人的市场 机器手臂来讲 为什么会有四轴跟六轴 六轴我们如果去分析人手臂的动作 比方说我手这样移动 其实是有六个灵活度的 所以六轴的机器手臂就可以像人的手一样灵活 可以做各种翻转的动作 那四轴呢 四轴有它的优势 就是它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当你应用是不需要做翻转 比方说水平的移动 像这样子 很单纯的这种动作的时候 其实是不用选到六轴手臂 所以四轴六轴的选择 其实是看你应用来区分的 机器手臂本身来讲 供应链这边来讲的话 除了比方说记忆体 还有工业电脑 都是台湾的强项 我想未来有很大合作的可能性 那以案子执行面来讲 其实我们深耕台湾已经快30年了 我们在台湾做的一些案子 我们尽量都会跟台湾的厂商配合 德国的KUKA 成立于1898年 最早专注于赵明领域 其后在1973年研发第一台 Familist 工业机器人 KUKA机器人主要应用在汽车制造领域 这也是目前机器手被应用最主要的产业 KUKA最早研发六轴工业机器人 还应用在汽车工业以外的食品业与物流业 日本的Yazkawa 安川电机成立于1915年 这家公司有近百年的专业电器历史 让它在开发机器人方面有独特的优势 是日本第一大机器人制造厂 安川主要生产的伺服器 还有运动控制器 都是制造机器人的关键零组件 日本的FNAC 成立于1956年 在1976年 FNAC成功研发了速控系统 随后又与西门子公司 联合研制了高水准的速控系统 就此踏入了工业机器人领域 FNAC是全球速控系统 市占率最大的公司 公司最早成立了两个研究所 企业文化以研发为重心 产品推人出新的速度非常快 在看完这四家全球知名的 工业机器人制造厂 我们再回头来看台湾的厂商 目前台湾专门制造厂 有介入到生产及工业型机器人的 台达电子 是属于代表性厂商 而台达机器人 已经成功导入到自己的各个产线 我们特别访问到 在台达电子服务长达35年的 机电事业群资深副总裁 暨总经理张迅海 关于台达电 在机械手臂应用的看法 以及台达电子 使用自家机器人后面的感想 在过去全球三大机器人公司 他们着重的都是在所谓的汽车制造业 其实汽车制造业是导入最多的 也就是在重工领域是比较多 因为这些东西第一个很重 第二个它有危险性 它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单价比较高 所以它比较能够导入当时非常昂贵的机器人 可是未来机器人它会逐渐走向各行各业 那也随着机器人的零部件 相关零部件的大量发展使用 所以它的价格是降低的 那机器人通常它设定的效率 可能跟用人生产 因为它是Line Balance的观念 所以它不会大幅的提升 但是它可以省的是人工成本 跟未来的管理成本 因为你用人来生产的时候 这个大陆的员工离职率会很高 所以你用转换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评估 导入机器人设备 整体的效益应该会超过20%以上 据TMR Enesis的研究呢 2013年全球自动化机器人产值达1.83亿美元 预计到2014到2020年 全球科技自动化机器人产业的年复合成长率 达60.5% 而从2005到2015年的10年间呢 自动化机器人已经改变了全球工业与制造业的生态 若想提升效率 自动化将是IT转型必须要投入的技术 自动化是业界新的游戏规则 那我们再看到台湾目前是以这发展工业制造机器人为主 目前呢台湾的这个竞争的优劣是在何处呢 主要的优势我们看到第一点有这个精密的机械聚落完整 以及呢在这个制造业的生产灵活度高 那还有就是协力厂体系的分工限密等等 那劣势呢则是有这个中小企业的资金比较不足 还有呢市场的通路等待要确立 以及要缺乏这个国际的知名品牌 不过我们看到在机会的部分呢 则是有这个国内少子化和高龄化等因素的需求 那政府的政策也支持 那厂商有投入意愿也比较高 看完台湾厂商在机器人的现况呢 以及优劣于挑战后 我们再来看中国这几年在机器人的发展 尽管这几年欧美制造业陆续回流母国 但是有13.8亿人口的中国 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基地 投入机器人是必然的发展 中国机器人制造业的第一把手呢 是在深圳挂牌的新松机器人 新松机器人的总裁曲道奎 是中国科学院 有中国机器人之父称谓的 蒋新松的得意门生 这也是新松机器人名称的由来 1995年 新松开发了20台搬运机器人 以低价优势拿到了 沈阳金杯汽车的第一笔订单 后来又被韩国三星航太子公司看上 而寻求忌转 让新松机器人一炮而红 新松是中国最早进入机器人产业的公司 成立于2000年 产品包括了工业机器人 物流自动化仓储设备 自动化装配与检测生产线 交通运输信息系统 2015年占营收比重分别来到了31% 25% 33%与11% 新松是中国最早进入机器人领域的公司 持股25%的最大股东是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为中国机器人技术发展的摇篮 在这个自动所的技术奥元下 截至2015年底 公司拥有技术专利达了143项 机器人年销售量2000台 另外中国的Media Group 则并购了德国的KUKA 是国家战略指导的一环 而看完对岸在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我们看到台湾有投入到机器人的IPC业者 岩阳以及辛翰对于同一产业 有不同面向的看法 我们特别鼓吹的就是一个叫做 开放式跟模组化 那这个开放式就是 我们不再像其他 例如说工业机器人有四大家族 这四大家族他们是一种封闭性的 你买他的机器人手臂你只能使用 你不能做自己的二度开发 那这个对于一些厂商 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限制 那辛翰致力于EasterCAD为平台 发展出所谓的主战重战还有Io 那我们都把这些变成模组化跟开放式的提供给客户 协作型的机器人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安全保护 还有跟这个座位员一起工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 做出所谓的影像 有影像来监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由影像来做一个跟 操作人的影像跟这个机器手臂来一起工作 还有呢 透过影像来做保护 不要让机器手臂会撞到 那最近我们在合作的部分就是这个BROYER 这个在日本是第二大的一个机器人手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厂商 那这样的部分我们希望能跟这些的厂商 生产的厂商去做一个合作 我们核心能力还是放在所谓的控制系统 所以我希望让我们跟借由跟BROYER 这样的一个日本厂商的合作 那不断的去把我们的产品 把我们的主机板 把我们的BOX PC 这样的做到更能符合机器人的需求 把保护措施做得更好 把这个界面做得更完整 这是我们希望在未来我们能达到一个目标 那台湾业者在精密机械发展是没有德国、日本、美国来的全面 不过呢台湾的业者跟这些欧美大厂 像是微软、Intel 已经合作多年 目前也是IPC 工业电脑的聚落重症 同时又拥有强大的半导体基础 在物联网以及迁入式控制器以及PC 和感测器应用上面都有发展的优势 那在机器人的应用服务方面 背后这物联网串联起来的这个人工智慧 还有感测器 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服务型机器人这系统的平台整合 台湾的科技业者将会有空间来发挥 以上是今天的产业大趣事 感谢您今天收看